今天我们来讲三十年代的小说 这是第十章 我们现在回顾一下上个四级三十年代文坛的状况 当时是国共两党斗争正在激烈的时候 社会生活是政治化的 加上日本发动侵法战争 时机动荡 这些都是影响到当时的文学创造 那个时候有三种文学的潮流 以政治来划分 那就是左翼文学 三民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文学 还有就是自由主义的文学 这三种文学潮流 那么三民主义文学 就是国民党执政当局控制的一种文学 作家比较少 作品也比较少 成绩不大 可以说不成气候 所以这里就不作为重点的讲了 左翼文学是共产党影响下的一个文学 1930年还成立过左联 就是左翼作家联盟 集合了当时包括鲁兴在内的一大批作家 所以影响是非常大的 这一派他们在政治上当时是在野的 受压迫 反而激起了他们的抗争 所以当时的年轻人都是追求 这一派的文学为多 这是所谓带有一点前伪性质的文学 那么左翼文学 风靡一时 不完全是因为政治宣传 这个一般一讲到左翼共产党的文学 现在有的认为是当时是政治宣传 事实上不完全这样 这是当时的一个大的欺世可以说 国际上那时候也有所谓的红色的三十年 有这样说法 就是社会主义在三十年代 是作为一种理想的思潮 在很多国家都是流行的 所以当时左翼文学能够成为三十年代文学的一个主潮 就是主要的一个潮流 是左翼文学 那么这个主潮有什么表现的 很突出的一点就是他的政治意识很强 政治意识很强 创作的目标非常集中 政治意识很强 面向底层 就是为底层说话 描写阶级矛盾和斗争 也很注重现实的影响 他们创作非常注重现实的影响 还有就是追求利的美学 这个利的美学 创作的风格 深美 很多作家在三十年代都是七向左翼的 那时候是一种风气了 可以说是一种风气了 比如说矛盾 鲁信 胡沫若 玉达夫 这些武士起来的一代作家 这时候都支持或者转入到左翼的阵线 这个期间出现了大批 影响了大批青年作家 非常出色的一些青年作家 他们也被看作是左翼的 比如说蒋光词 柔石 丁林 张天忆 沙天 爱武 萧红 萧军 吴祖乡 叶祖 叶子 等等 一大批的 我这里念了一部分 他们也都是越来越关注 无产阶级文学 力图反抗 反应现实 为底层民众发出声音 这是左翼文学 这是第二种潮流 还有第三种潮流 就是左翼和右翼之外的其他作家 左翼和右翼之外的其他作家 一般都划入所谓的自由主义作家 或者说是民族主义作家 五六四年代文学史的一般把一些有一定进步倾向 但又不是所谓左翼的 也叫做民族主义作家 现在一般也有说是自由主义作家 他们不是右翼 但是是独立的 像巴金 老舍 我们都讲过了 还有曹宇 李杰仁 沈从文也讲过了 林义堂 朱作人 费民 朱光钱 等等 一大批 也包括当时很有名的 所谓金派的作家 从这个阵容就可以看到 这些作家 他的成绩是比较突出的 他的作品一般和现实保留一定的距离 创作也比较过性化 所以他们很多作品在当时不一定贴近现实 但现在能够沉淀下来 而且用一句现在的话来说行情看涨 那么三十年代整个文坛 这个三派三个创造的流向 当时都可以说是别做劲 每一派都别做劲唱对台戏 彼此的争论是很多的 也很激烈 但是基本上来说 创作上还是可以相安无事 都能够存在 都能够发展 这个时代进入了一个丰盛的 输货的季节 三十年代创作是比较繁荣的 小说的进步更是有突出的表现 各种文体里面的小说 它是更突出 我前一个时期相比这个时期的小说 无论它的内容写作的四点角度 技巧 俗法都有明显的长进 涌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作家 所以现在我们重点介绍的作家 主要有丁林 沙天 爱亲 爱武 张天忆 吴祖乡 萧逢 李杰仁 以及张恨水 新感激派等等 内容很多 但是我们只能够挑几个来讲 因为一次扣了 我们重点就讲三个 一个是丁林话 所以我们阅读除了分析 这些心理情细的时代的内涵 它也体现了那个年轻人 那个时代部分年轻人的心理 除了分析这个时代内涵 应该还要看到更加深层的 人性的挖掘 除了一个时代内涵 也应该看到它里面 对人性的一种描写 一种挖掘 像刚才孟科他写出的 实际上少女成长过程 有些特别的心理表征 写出了你性特有的感觉 他对环境 对恋爱 对各种成长期 对外界事物的一种特有的感觉 这个应该说 有时代内涵 也有些更普遍性的一些描写 所以我们可以 这个 应该注意 现在转向 我们讲那个沙菲尼社的日记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很出色的 这个心理小说 这个沙菲尼社日记 就是一个心理小说 一度的时候提醒大家注意 应该把握人物的心理 感受那种时代的氛围 而不完全是了解故事情节 所以应该注意三点 一个要直接地感受 体验小说中 始终浮动着的那种 躁动不安的氛围 那种气氛 应该去感受这种气氛 这个其实是沙菲 他的心理感受 折射那个时代氛围 你读着他的日记 可以从他的心理感受 来体会 整个这种浮躁不动的 不安的这种气氛 第二个注意呢 夜度的时候 我们要把握 沙菲那种复杂的心理活动 他的变化的脉络 要把握 他的有深层的 表层的 有意识的 还有潜意识的 他写得很深 有很多潜意识的描写 是吧 很深层的心理的描写 第三点我们应该注意 他小说的故事性是不强的 就是沙菲尼斯日记 他是一个日记体 他写了33段日记 这个每一段就披露 自己呢 就是我 我是这个沙菲了 他的内心的感受 所以每一节日记 他披露那种心理变化 可能都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加在一块呢 就展示沙菲灵魂的一些侧面 这个心灵的一些变化 这个沙菲呢 是一个走出家门 漂泊异地的一个知识女性 当时他也上过学 是吧 他跟旧式的那些妇女是不一样的 他有理想 心气很高 甚至他和这个鲁姓笔下的子君 还不同 因为子君呢 结婚以后 主要就是满足了 要倚靠他的男朋友 那个沙菲是一个非常自立的女孩 他完全脱离了对家庭 或者对男人的那种依赖 他是很自立的 是一种新的女子 这种心理啊 在他日记里面也有表现 他谈到父母兄弟 对他都是很疼爱的 他也能够感觉到 但是呢 这些疼爱啊 让他多少感到 这个是盲目的 是吧 确实父母对孩子 爱当然都是 不讲目的的 那么沙菲对这个呢 也看出来 他不是非常能够接受 看得出呢 这是一个非常任性的孩子 女孩啊 追求自立 渴望寻找自我 实现自己 他总是渴望在寻找自我 实现自己 当然呢 这种状况呢 一般孩子青春期 也是常有 就是要脱离家庭的皮肤 也走向自立 是吧 这都是正常的 不过沙菲呢 好像表现得更厉害啊 心比天高 所以他日记里面 大量反复的呈现 他对爱情的追求和渴望 他的爱情观呢 也是非常自立的 他认为 对爱情的追求 不是找到一个归宿 因为谈恋爱干什么 要结婚 要找到一个归宿 甚至呢 也不是要找一个寄托 现在 找朋友 就找一个寄托 是吧 而是要找什么 找自己 找对象 他还是找自己 实现完整的自我 所以这是一个 很清高 很孤傲的一个女孩 是吧 容易被现实的环境 看着是孤僻 任性 所以也不用他自由的伸展 所以小说一开头 就是写沙灰 那种烦闷 佛造 百无聊赖的那种心境 其实是什么 是写 在平庸 乏味的那种环境 这个关了三年 1936年 到了三北 当时毛泽东 看到这样一个有名的作家来了 还专门写过一首诗 表示欢迎 到了延安以后 他担任了解放日报的 副宽的主编 也是当时文艺界的一个风云人物 这个丁林的创作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年代末 1927年到29年 就是他转向左翼之前 有十多个短篇小说 分别书到在黑暗中自杀日记 一个女人 有三个短的很薄的集子里边 其中影响最大的 就是孟科 沙菲尼斯的日记 特别是沙菲尼斯的日记 影响大 这是第一个阶段 那么第二个阶段呢 是左翼时期 影响大的作品呢 有维护水 这个时期的创作呢 应该说艺术水准是比较差一点 第三个阶段呢 是解放期的时期 他有创作太阳照在山甘河上 描写图改的 也是一个影响比较大的作品 这里呢 我重点介绍前两个时期 特别是太阳 特别是那个沙菲尼斯的日记的写作 这作为我们 讲这次阔的一个重点 那么沙菲尼斯的日记啊 他让丁林一己成名了 这个年轻的女作家 这个 当时 他这个作品 甚至现在我们读来 都感到新鲜 或者感动啊 原因在于呢 就他这个小说啊 一个呢是 极为真帅的 大胆的 很直帅的 大胆的 这个女性心理的自剖 自我剖戏 女性心理 所以五四时期啊 也有些女作家 也有心理描写 像冰心 我们卢云 盖女士等等 也有一定的心理描写 但一般不是自剖 不是自我来剖戏啊 也没有写得那么大胆 那么深入 鲁信的作品里面呢 也有心理刻画 但丁林 他是女性心理自剖 甚至里面包括 有一些性心理啊 这是丁林的一个 让人感到新鲜 和感动的一个方面啊 第二个方面呢 我们可以说 这个小说啊 体现了一种 叛逆者的结教 绝对的绝 绝教 绝望啊 绝望的叫喊 他不再是五四时期的 那种伤感的符号 他显得更加寂寞 也更加深沉 也更加无奈 这是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 从社会分析来看啊 这跟丁林所处的时代 是有关系的 因为丁林写这个小说的时候 是五四的落潮期 那时候激情已经退去了 那种激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所以五四的理想呢 也不像当初大家想象的 那么容易达到 所以普遍都有一种失落感 有一种无奈感 运动过去以后 感到那个时代还是这么黑暗 所以丁林的小说呢 就反映了当时的这种社会的心态啊 特别是部分年轻人的心态 所以他的早期小说呢 有一种孕育 哀伤 这个粉慢 这样的情绪 也有一种病态心理的表现 这些呢都应该联系 当时社会现实来理解 在说沙菲尼斯日记之前呢 我们先讲一篇小说 是孟科 这其实是这个 在沙菲尼斯之前发表的 其中有个主人公啊 也是个少女 就叫孟科 这是一个不入室的 是吧 一个女孩 很清高 很纯情 他这个因为跟诸维啊 生活呢 有点格格不入 主要是看不惯 诸维那种庸俗 是吧 那种无聊 他这个一再的 这个 这个改换自己的环境 在过人的 这个爱情呢 这方面呢 也遭到很多挫折 一开始他就忍受了 忍受这一切 甚至后来呢 慢慢习惯了 也是结束了 也去逢宁 这个见惯不见惯了 就是一个年轻人 一开始很不习惯 这社会环境那么 无浊 是吧 那种无聊 他慢慢的习惯了 最后呢 参医了 参医其中了 这可以说是一个成长小说 就写一个年轻人 他怎么成长 他心里怎么成熟 是吧 写所谓不入室到入室 但是很可惜 就从纯洁到平庸 这个小说还是比较感人的 就是他写出了这个少女 他那种很孤独的心 也是刚才我们说的 是一个结教 是一种反叛的一种结教 己事皆足的感受中 碰发出来的一种反叛的结教 就好像看诸位呢 都是挺黑暗的 他又反叛 所以五四时期 很多作品也写这种反叛 觉醒 当时呢 都有一个共同的故事 五四 以前我们讲过啊 很多作品呢 当时有一个共同的故事 就是年轻人和家庭和父母 和旧的习俗发生矛盾了 然后愤然出走 是吧 被一种理想所召唤 是否呢 幸福呢就在前头了 尽管也有苦闷 也有迷惘 但那时候的年轻人 更多还是带有一种理想 是一种理想的梦 在导引他们 但是到了丁宁呢 到梦科呢 到沙徽呢 这是一种梦醒之后的痛苦 原来做梦的时候 浑浑浑浑 现在梦醒了 一种痛苦 这不光是针对某种制度 思想观念 什么反封建之类 不光是这样的反抗 而且呢 他是对整个社会 人生的抗争 以失望 就带有一种 推秽的 病态的色彩 这个丁宁早期的作品 包括沙菲尼斯的日记 包括这篇 孟科都有点推秽 有点病态 我们呢应该 阅读的时候 应该注意分析 那么这种复杂的情绪 在沙菲尼斯的日记里边 得到了强化 在孟科就有了 到了沙菲以后呢 得到强化 所以我们阅读 除了分析 这些心理情绪的 时代的内涵 他也体现了 那个年轻人 那个时代 部分年轻人的心理 除了分析这个时代内涵 应该还要看到 更加深层的人性的挖掘 除了一个时代内涵 也应该看到 它里边对人性的一种描写 一种挖掘 像刚才孟科 他写出了 实际上少女成长过程 有些特别的心理表征 写出了你性特有的感觉 他对环境 对恋爱 对这个各种成长期 对外界事物的一种 特有的感觉 这个应该说 有时代内涵 也有些更普遍性的一些描写